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东北硬菜 撇锅炖大鹅 汤浓肉烂,没有腥味 上桌就是一道拿手菜 首先准备一只诞生很久的大鹅 先用刀砍成大一点的小块 剁好以后,冷水放入锅中 放入料酒或者黄酒 开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撇掉浮沫 在锅中煮三五分钟 我用的是冷冻鹅 新鲜的大鹅可以不焯水直接炒 煮好以后把鹅肉捞出来 放入温水中再清洗一遍 彻底洗净 洗鹅肉时要用温水或者热水 千万不要用冷水 洗好以后烙出来控水备用 准备一些小料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片 大葱切成葱段 四五粒大蒜 沉起不备 将其拍晕 拍晕即可 不用夺碎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炖鹅肉好吃的关键在于香料 准备香叶 八角 花椒 白蔻 小葷香 杀人 肉蔻 陈皮 一小块白纸 将所有的香料放入料包中 在水中浸泡一下 这一步可以取出苦味和灰尘 起锅 锅烧热 锅热以后 放入一小勺油 先用油 润免灌在全身 油热以后 放入葱姜蒜 干辣椒 便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 放入焯水的鹅肉 开中火 便炒两三分钟 把鹅肉里面的水分和油脂炒出来 这样吃起来 肉筋道 香而不腻 鹅肉炒出油以后 把肉巴拉到一边 放入一勺豆瓣酱 一勺黄豆酱 继续开中火把酱炒出香味 这个过程 加停小灶 持续一分钟 期间沿着锅边 烹入少许生抽酱油香锅 提前提味 接下来 加入一瓶八二年的啤酒 放啤酒 鹅肉会更嫩 还可以去除腥味 加入足量的温水 或者热水 放入四五粒冰糖 还有准备好的腰腰包 开大火把水烧开 开锅以后 小心翼翼的把浮沫撇掉 红油一定要留下 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 炖一个半小时 根据鹅肉的老嫩增加 或者减少炖制的时间 利用炖鹅肉的时间 准备两个正行的土豆 去掉外皮 切成滚刀块 切好的土豆块 放入大碗中 再加入一点清水 浸泡一下 防止土豆芽化变黑 一个多小时以后 掀开盖子 满物飘香 这时候 再放入三小勺盐调味 少许味精 或者鸡精提鲜 放入切好的土豆块 稍微搅拌一下 继续大火烧开锅 开锅以后 开中火 炖15分钟到20分钟 把鹅肉 土豆 炖软烂 炖入味 还可以放一些其他 自己喜欢吃的培菜 或者粉条 把土豆炖面以后 就可以起锅 装入盆中了 一道软烂入味 不腥不柴的 铁锅炖大鹅 就做好了 那真的是热热香 学会的朋友们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一下 不好吃 拧起了大鹅来找我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